其重光是愤弱 近朝阳大渊县 凡二十三年 南亡元年 辛丑 公元前三二零年 魏更扁号约君 南亡二年 仁寅 公元前三一九年 秦伐魏 曲焉 魏惠王轰 子乡王立 孟子入见而出 与人约 妄之不似人君 就之而不见所未焉 俗人问曰 天下恶乎定 无对曰 定于依 孰能亦知 对曰 不是杀人者能亦知 孰能予知 对曰 天下莫不予也 王之夫苗乎 七八月之间汉 则苗搞矣 天由人作云 配人下语 则苗博人心之以 其如是 孰能予知 南亡三年 鬼卯 公元前三一八年 楚 赵 魏 韩 燕同伐秦 公寒谷官 秦人出兵逆之 五国之师皆拜走 宋出称王 南亡四年 贾臣 公元前三一七年 秦拜韩诗于修于 斩首八万级 鲁齐江守 身差于卓泽 诸侯镇孔 其大夫与苏秦争宠 使人刺秦 杀之 张仪说未襄王曰 梁地方不至千里 足不过三十万 第四平 吴明 山大川之县 足述楚 韩 齐 赵之靖 宁亭 仗者不下十万 梁之地事故战场也 夫诸侯之曰从 蒙还水之上 结为兄弟已相间也 今亲兄弟同父母 尚有争钱财相杀伤 而欲是反复苏秦之余谋 其不可成一名乙 大王不是秦 秦下兵宫河外 聚卷眼 酸枣 结位 取阳尽 则赵不难 赵不难而梁不北 梁不北则从道绝 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无微 不可得也 故愿大王审定计议 且赐海谷 魏王乃被从曰 而阴亦已寝成于秦 张仪归 赴香秦 卢锦公轰 子平公履历 南王五年 以四 公元前三一六年 八 蜀香公姬 据告急于秦 秦惠王欲罚蜀 以为道险辖难治 而韩又来侵 犹豫未能绝 司马错请法蜀 张仪曰 不如法韩 王曰 请闻其说 仪曰 欣慰 善楚 下兵三川 攻心城 仪阳 以零二周之交 据九鼎 暗途极 邪天子以令于天下 天下莫敢不听 子王夜也 陈文征明者于朝 征立者于是 金三川 周是 天下之朝 是也 而王不征焉 故征于荣敌 去王夜元以 司马错曰 不然 陈文之 欲复国者物广其地 欲强兵者物赴其名 欲王者物薄其德 三姿者贝儿王随之以 金王帝小明平 故臣愿先从事于义 夫蜀 西辟之国而 荣宅之常也 有节 昼之乱 以秦功之 譬如使豺狼逐群羊 得其地足以广国 取其财足以赴明 善兵不伤众而 彼以拂焉 拔异国而天下不以为报 历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 是我一举而明时赴也 而又有尽暴止乱之名 金公寒 劫天子 恶明也 而未必立也 又有不义 之名 而攻天下所不欲 威以 臣请论其故 周 天下之宗事也 其 寒之与国也 周字之师九鼎 韩字之王三川 将二国并立合谋 以阴忽齐 照儿求解忽楚 畏 以鼎于楚 以帝于位 王福能止也 此臣之所谓威也 不如法蜀丸 王从错记 起兵法蜀 十月取之 别蜀王 更好为侯 而使臣庄相属 蜀记蜀秦 秦以异强 父后 清诸侯 苏秦祭死 秦帝代 利益已游睡险于诸侯 燕香子之与苏代婚 欲得燕犬 苏代始于其而还 燕王快问 曰 其王其罢呼 对曰 不能 王曰 何故 对曰 不信其臣 于是燕王专任子之 陆茅寿为燕王曰 人之为遥贤者 以其能让天下也 金王以国让子之 世王与遥同名也 燕王因蜀国于子之 子之大众 或曰 与建议而以起人为利 其老而以起为不足任天下 传之于义 其与交党公义 夺之 天下位于明传天下于义而时令起自取之 金王言蜀国于子之而立无非太子仁者 是明蜀子之而时太子用事也 王因收应寿 自三百时 利以上而孝之子之 子之难面行王事 而快老不听政 故为臣 国事皆绝于子之 南王六年 秉武 公元前三一五年 王崩 子南王严厉 南王上南王元年 丁位 公元前三一四年 秦人亲一娶 得二十五成 为人叛秦 秦人乏位 娶屈沃而归其人 又拜韩于暗门 韩太子苍入至于秦隐和 燕子之为王三年 国内大乱 将军是被于太子平谋公子之 其王令人为燕太子曰 寡人闻太子将是君臣之意 明 父子之位 寡人之国虽小 为太子所以令之 太子应要党俱众 使是被公子之 不克 是被反公太子 够难数月 死者数万人 百姓洞孔 其王令张子将五都之兵 因北地之众以罚燕 燕士族不战 城门不避 其人取此之 海之 遂杀燕王快 其王问孟子曰 或为寡人物取燕 或为寡人取之 以万圣之国 伐万成之国 五旬而取之 人力不至于此 不取 必有天阳 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 取之而燕民月有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 五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月则物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 以万圣之国 伐万成之国 丹石湖将以迎王施 其有他灾 避水火也 如水亦深 如火亦热 亦运而已已 诸侯将谋旧宴 其王为孟子曰 诸侯多谋法寡人者 何以代之 对曰 陈文七十里为正于天下者 汤氏也 未闻以千里为人者也 书曰 昔我后 后来其苏 今夜虐其民 往往而争之 民以为将整己于水火之中也 丹石湖将以迎王施 若杀其父兄 系累其子弟 毁其宗庙 千 其虫器 如之何其可也 天下固为其之强也 今又被帝而不行人正 誓动天下之兵也 王诉出令 反其毛泥 指其虫器 谋于厌重 至君而后去之 则有可及之也 其王不听 以而厌人判 其王曰 无甚才于孟子 陈甲曰 王无幻焉 乃见孟子 问曰 周公何人也 曰 古圣人也 陈甲曰 周公使管书奸商 管书已商判也 周公知其将判而始之语 曰 不知也 陈甲曰 然则圣人亦有过语 曰 周公 弟也 管书 兄也 周公知过不亦一乎 且古之君子 过则改之 今之君子 过则顺之 古之君子 其过也如日月之时 明皆见之 及其更也 明皆养之 今之君子 企图顺之 又从为之词 誓岁 其宣王轰 子昏王帝立 南王二年 悟身 公元前三一三年 秦又更及罚赵 拔令 鲁其将装报 秦王欲罚齐 唤齐 楚之从亲 乃使张仪至楚 说楚王曰 大王成能听臣 必观绝约于齐 臣请献商于之地六百里 使秦女得为大王姬肘之妾 秦 楚取妇嫁女 常为兄弟之国 楚王说而许之 君臣皆赫 臣诊调 王怒曰 寡人不兴师而得六百里地 何调也 对曰 不然 以臣官之 商于之地不可得而起 秦和 其 秦和则患必至矣 王曰 有说乎 对曰 夫秦之所以重处者 以其有其也 今必观绝约于齐 则处孤 秦夕贪夫孤国 而与之商于之地六百里 张仪至秦 必父王 是王北绝其交 牺牲患于秦也 两国之兵必修志 卫王继者 不若因何而扬绝于其 使人随张 以 苟语无地 绝其未完也 王曰愿臣子闭口 吴复言 以待寡人的地 乃以相应受张仪 后此之 遂必观绝约于其 十一将军随张仪至秦 张仪扬舵车 不朝三月 楚王闻之 曰 依依寡人 绝其未甚也 乃使勇士 宋仪借宋之府 北骂齐王 齐王大怒 折结而是秦 其 秦之交和 张仪乃朝 见楚使者曰 子和不受地 从某至某 广茂六里 使者怒 环抱楚王 楚王大怒 欲发兵而攻秦 臣诊曰 诊可发口言呼 攻之不如 殷路以一鸣 都 与之并兵而攻其 是我王帝于秦 取长于其也 今王已决于其而 则欺于秦 事无和秦 其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 国必大商矣 楚王不听 使驱盖帅 施伐秦 秦一发兵 使数长张机之 南王三年 其有 公元前三一二年 春 秦师及楚 战于丹阳 楚师大败 斩甲是八万 鲁驱盖及列侯 直归七十余人 遂取汉中郡 楚王 西发国内兵 以赴习秦 战于蓝田 楚师大败 韩 未闻楚之困 南习楚 智邓 楚人闻之 南隐兵归 戈两成 以请平于 秦 阎人共立太子平 是位昭王 昭王于破宴之后 即位 吊死问孤 与百姓同甘苦 悲身后 必已昭贤者 为郭伟曰 其因孤之国乱而习破宴 孤及之宴小利少 不足以报 然成的贤士与共国 以雪先王之始 孤之怨也 先生是可者 得身是之 郭伟曰 古之人均有以千金使 捐人求千离马者 马已死 买其手五百金而返 君大怒 捐人曰 司马且买之 旷生者乎 马金之以 不欺年 千离之马 智者三 金王必欲之事 先从为始 旷贤于 为者 其远千离灾 于是昭王为 为改助攻而失事之 于是 是争去宴 乐意自卫王 聚心自赵王 赵王以乐意为亚清 任以国政 寒暄惠王轰 紫乡王苍立 南王四年 更须 公元前三一一年 蜀相杀蜀侯 秦惠王使人到楚怀王 秦以五官之外 亦前中帝 楚王曰 不愿异帝 愿得张仪而现前中帝 张仪闻之 请行 王曰 楚将甘心于子 奈何行 张仪曰 秦强楚若 大王在 楚不宜敢取臣 且臣善其必臣尽上 尽 尚得是姓姬正秀 秀之言 王无不听者 遂往 楚王求 将杀之 尽上为正秀曰 秦王甚爱张仪 将以上雍六县及美女赎之 王仲帝尊秦 秦女必贵而夫人赤矣 于是正秀日夜 弃于楚王曰 臣各为其主尔 金沙张仪 秦必大怒 妾请子母拒迁江南 吾为秦所于肉也 王乃舍张仪而厚礼之 张仪因说楚王曰 夫为从者 无以异于屈群羊而攻蒙虎 不格明以 金王不是秦 秦节寒屈良而攻楚 则楚威以 秦夕有八 蜀 至传激宿 浮民江而下 一日行五百余礼 不至十日而去感官 感官经则从静以东进城首以 前中 乌郡非王之有 秦局甲出五官 则北帝诀 秦兵之功楚也 危难在三月之内 而楚代诸侯之旧在半岁之外 夫代若国之旧 妄强秦之祸 此臣所为大王唤也 大王成能听臣 请令秦 楚常为兄弟之国 无相攻伐 楚王以得张仪而重出前中帝 乃许之 张仪岁之寒 说寒王曰 寒帝险恶山居 无骨所生 非疏而迈 国无二岁之时 剑足不过二十万 秦辈甲百余万 山东之士辈 甲蒙咒而会战 秦人捐甲徒西义驱敌 左窃人头 右邪生路 夫战梦奔 污获之士以功不服之弱国 无一锤千军之众于鸟卵之上 必无姓矣 大王不是秦 秦下甲俱夷夷阳 塞成高 则王之国分以 鸿台之功 桑林之晚 飞王之游也 为大王记 莫如是秦而公处 以转祸而跃秦 既无便于此者 韩王许之 张仪归报 秦王封以六亿 好武信君 傅使东说其王曰 从人说大王者必曰 其必于三晋 帝广民众 兵强势勇 虽有百秦 将无奈其和 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时 金秦 楚嫁女曲妇 为昆帝之国 韩县遗阳 梁孝河外 赵王入朝 歌河兼以是秦 大王不是秦 秦屈寒 梁公其之南帝 西兆兵 杜清河 指伯官 林姿 其莫非王之有也 国一日建功 虽遇是秦 不可得也 其王许张仪 张仪去 西睡兆王曰 大王收率天下已并秦 秦兵不敢出 韩古关十五年 大王之威行于山东 避意恐惧 善甲利兵 利田激素 仇居射处 不敢动摇 为大王有意都过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 举巴 蜀 并汉中 包两周 守白马之金 秦虽辟远 然而兴奋寒怒之日久矣 今秦有必甲雕兵 君于免持 愿渡和 于张 巨藩武 会寒丹之下 愿以甲子和战 正因咒之事 今使使臣先文左右 今处与秦为昆帝之国 而寒 梁称东藩之臣 其献于炎之地 此断照之又兼也 夫断又兼而与人斗 施其党而孤居 求欲无微 得呼 金秦发三将军 其义军塞五道 到其使渡清河 君于邯郸之东 义军君成高 屈寒 梁君于河外 义军君于免持 约四国为义以公赵 赵福必四分其地 臣妾为大王纪 莫如与秦王面相约而口相结 常为兄弟之国也 赵王许之 张仪乃北之宴 说燕王曰 今赵王已入朝 孝何兼已是秦 大王不是秦 秦下贾云中 九元 屈赵儿功宴 则亦水 长成非大王之有也 且今时期 赵之于秦 游郡县也 不敢妄举诗以功伐 今王是秦 长无奇 赵之唤矣 燕王请献常山之为 武成以和 张仪归报 位置咸阳 秦桧王轰 子武王立 武王自为太子时 不说张仪 及及位 群臣多回短 知 诸侯文仪与秦王有戏 皆叛横 赴何从 南王五年 辛亥 公元前三一零年 张仪说秦武王曰 魏王记者 东方有变 然后王可以多歌的地也 陈文其王甚增臣 臣之所在 其必乏之 臣愿起其不孝之身 以之良 其必乏梁 其良交兵而不能相去 王以其兼罚寒 入三川 携天子 暗途及 子王叶也 王许之 其王果乏梁 梁王恐 张仪曰 王物换也 请令其罢兵 乃使其设人之处 届使为其王曰 甚以 王之脱移于秦也 其王曰 何故 处使者曰 张仪之去秦也 故与秦王某以 御其 良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 金王果乏梁 是王内罢国而外乏与国 以信仪于秦王也 其王乃解兵还 张仪相为一岁 足 仪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由诸侯 至为富贵 天下争目孝之 又有为人公孙岩者 好曰携手 亦以谈说显明 其于苏代 苏利 周罪 楼缓之徒 分云便于天下 勿以便诈相高 不可圣计 而宜 秦 言罪著 孟子论之约 或为张仪 公孙衍 岂不大丈夫哉 宜怒而诸侯聚 安居而天下息 孟子曰 是恶族已为大丈夫哉 君子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正道 得志则与民由之 不得志则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饮 贫贱不能倚 威武不能屈 是知为大丈夫 养子法言约 或问 以 秦学乎鬼谷术 而习乎纵横言 安中国者各十余年 是夫 约 乍人也 圣人厄诸 约 孔子独而移 秦行 何如也 约 甚以奉明而致汉也 然则子共不为虞 约 乱而不解 子共耻诸 书而不富贵 以 秦耻诸 或曰 以 秦其才以乎 记不倒以 曰 兮再任人 地儿难知 不以才以 才乎才 非无徒之才也 秦王使甘茂诸蜀相庄 秦王 魏王会于临近 赵武林王那五广之女梦瑶 有宠 是魏惠后 生子和 南王六年 仁子 公元前309年 秦初至丞相 以初礼即为又丞相 南王七年 鬼丑 公元前308年 秦 魏惠于应 秦王使甘茂曰曰 魏已乏寒 而 令相受辅刑 甘茂至魏 令相受还 魏王曰 魏听臣已 然怨王勿乏 王盈甘茂于 西攘而问其故 对曰 宜阳大县 其时郡也 金王被述险 行千里 公之难 鲁人有与 曾参同姓名者杀人 人告其母 其母之自若也 其三人告之 其母投注下击 于墙而走 臣之贤不若增参 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 宜臣者非特三人 臣孔大王之投注也 魏文侯令乐阳 将而攻中山 三年而拔之 反而论攻 文侯是之棒输一切 乐阳在拜基首曰 此非臣之功 君之 历也 金臣 积履之臣也 出离子 公孙是邪 寒儿亦之 王必听之 是王七位 王儿臣受 公众耻之愿也 王曰 寡人福听也 秦于子蒙 乃蒙于西攘 秋 甘茂 长风帅 施法遗阳 南王八年 甲银 公元前三零七年 甘茂公遗阳 五月儿不拔 出离子 公孙是果征之 秦王赵甘茂 欲罢兵 甘茂曰 西攘在比 王曰 有之 因大西起兵 以左甘茂 斩首六万 岁拔遗阳 韩公众 此入谢于 秦以请平 秦武王好以立系 立 世任比 污获 孟说皆致大观 八月 王与孟说举顶 全脉而轰 足孟说 武王五子 义母帝 继为至于宴 国人逆而立之 是位昭襄王 昭襄王母米八子 处女也 石宣太后 赵武陵王北略中山之地 至房子 岁之代 北至无穷 西至河 灯黄华之上 与肥一谋胡福其设 以教百姓 曰 愚者所孝 贤者茶烟 虽屈是以孝我 胡帝 中山 无必有之 岁胡福 国人皆不遇 公子成称其不朝 王使人请之曰 家听于亲 国听于君 经寡人作教 义服而公书不服 无孔天下一之也 治国有常 立民为本 从政有经 令行为上 明德先论于见 而从政先信于贵 故愿穆公书之义 以成胡福之功也 公子成在拜基守约 臣闻中国者 圣贤之所交也 礼乐之所用也 远方之所官赴也 满夷之所择孝也 金王设此而习远方之福 遍古之道 逆人之心 臣愿王熟徒之也 实者以报 王自王请之 约 吴国东有齐 中山 北有燕 东湖 西有楼梵 秦 寒之边 金吴齐设之辈 则何以守之灾 先时 中山赴齐之强兵 心报无地 系磊无名 引水为号 威涉计之神灵 则好几于不守也 先君丑之 故寡人便服齐设 欲以被四境之难 到中山之愿 而书顺中国之俗 恶便服之名 以望好事之丑 非寡人之所望也 公子成听命 乃自胡福 明日福而昭 于是使出胡福令 而昭其设焉 难亡九年 以卯 公元前三零六年 秦昭王史相授平一扬 而使出离子 甘茂乏魏 甘茂延于王 以五岁复归之寒 相授 公孙是征之 不能得 由此怨禅 甘茂 茂去 绰乏魏蒲板 王去 出离子与魏蒋儿霸兵 甘茂奔起 赵王略中山地 至宁家 西略湖地 至于中 林湖王献马 归 使楼缓之秦 求叶之寒 王奔之楚 傅丁之位 赵爵之齐 代相照顾主胡 至齐兵 楚王与齐 韩何从 南王十年 秉承 公元前三零五年 惠星建 赵王伐中山 取丹丘 爽阳 红之塞 又取号 十亿 风龙 东元 中山县四亿 以和 秦宣太后 义父帝曰 然后魏冉 同父帝曰 华阳君 芈荣 王之同 母帝曰 高陵君 京阳君 魏冉最贤 自会王 武王十 任职用事 武王轰 朱弟征立 为魏冉立能力昭王 昭王即位 宜染为将军 魏贤阳 嗜岁 树长壮即大臣 朱公子谋作乱 魏冉诸之 即惠文后 皆不得粮死 道武王后 出归于魏 王兄弟不善者 魏冉皆灭之 王少 宣太后自治是 任魏冉为政 魏震秦国 南王十一年 丁寺 公元前三零四年 秦王 楚王蒙于皇戟 秦父于楚上雍 南王十二年 戊武 公元前三零 三年 惠星剑 秦取魏蒲板 晋阳 封陵 又取韩五岁 其 韩 魏以楚父其从亲 和兵 和兵法楚 楚王使太子 横为至于秦而请救 秦克卿通将兵救楚 三国引兵去 南王十三年 己位 公元前三零二年 秦王 魏王 韩太子 应会于临近 韩太子至咸阳而归 秦父于魏蒲板 秦大夫有私于 楚太子斗者 太子杀之 王归 南王十四年 更深 公元前三零一年 日有时之 戚 秦人取韩攘 蜀宁徽叛 秦 秦司马错网诸之 秦术常唤惠寒 魏 其兵法楚 代其施于仲秋 杀其将堂妹 遂取仲秋 赵王罚中山 中山军奔齐 南王十五年 新有 公元前三零零年 秦京阳君为至于齐 秦华阳君罚楚 大破楚诗 斩首三万 杀其将景缺 取楚相成 楚王恐 使太子为至于齐以请平 秦出礼己足 以赵人楼缓为丞相 赵武陵王爱哨子和 欲及其生而立之 南王十六年 仁虚 公元前二九九年 五 岳雾身 大朝东宫 传国于和 王庙建礼弊 出临朝 大夫西为臣 肥义为相国 并父王 武陵王自号主父 主父欲使子治国 身胡福 将时大夫西北略胡帝 将自云中 九元南西咸阳 于是诈自卫使者 入秦 欲以观秦帝行 及秦王之为人 秦王不知 以而怪其状甚为 非人臣之度 使人逐之 主父行以托官以 审问之 乃主父也 秦人大惊 秦王 卫王会于寒 秦人法楚 取八成 秦王以楚王书曰 使寡人与王曰为兄弟 蒙于皇 即 太子入治 至欢也 太子凌杀寡人之众臣 不谢而王去 寡人成不胜怒 使兵亲君王之鞭 今闻君王乃令太子 至于其以求平 寡人与楚接近 婚姻相亲 而今秦 楚不欢 则无以令诸侯 寡人愿与君王会五官 念相约 结盟而去 寡人之愿也 楚王患之 欲网 孔见妻 欲不网 孔秦亦怒 昭虽约 无行而发兵自首尔 秦 虎狼也 有病诸侯之心 不可信也 怀王之子子兰劝王行 王乃入秦 秦王令义将君诈为王 伏兵五官 楚王志则必关 劫之 宇俱熙 至咸阳 昭章台 如翻尘礼 要以歌乌 前忠君 楚王欲盟 秦王欲先得帝 楚王怒曰 秦诈我 而又强要我以帝 应不负许 秦人留之 楚大臣唤之 乃相宇谋曰 吾王在秦不得还 要以歌帝 而太子为之于其 其 秦和谋 则处无国以 玉立王子之在国者 昭虽约 王与太子聚困于诸侯 而今又被王命而立其数子 不宜 乃诈赋于其 其婚王赵群臣谋之 或约 不若留太子 以求楚之淮北 其相约 不可 尹中立 王 是无报空志 而行不易于天下也 其人约 不然 尹中立王 因与其心王誓约 于我下东国 无为王杀太子 不然 将与三国共立之 其王族用其相继 而归楚太子 楚人立之 秦王闻孟长君之嫌 使京阳君为至于其以请 孟长君来入秦 秦王以为丞相 南王十七年 鬼害 公元前二九八年 或为秦王曰 孟长君相秦 必先其而后秦 秦其危灾 秦王乃以楼缓为相 求孟长君 欲杀之 孟长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姓姬 姬曰 愿的君胡白求 孟长君有胡白求 以献之秦王 无以应姬求 可有善为苟道者 入秦藏中 道胡白求以献姬 姬乃为之言 于王而遣之 王后悔 使追之 孟长君至官 官法 秦明而出客 时尚早 追者将至 可有善为秦明者 也积闻之皆明 孟长君乃得脱归 楚人告于秦曰 赖设计神灵 国有王以 秦王怒 发兵出五官基础 斩首五万 取十六成 赵王丰其帝 盛为平原君 平原君好事 时刻尝数千人 有公孙龙者 善为坚白同意 知便 平原君可知 孔川自鲁士赵 与公孙龙论赃三尔 龙慎便兮 子高福应 而此出 明日复见平原君 平原君曰 愁悉公孙之言 信便也 先生以为何如 对曰 然 己能令赃三尔矣 虽然 十难 徒愿的又问于君 今为三尔甚难 而是非也 为两尔甚意 而是事也 不知君将从意 而是者乎 其意从难 而非者乎 平原君无以应 明日 为公孙龙曰 公无父与孔子高便事也 其人礼胜于此 公辞胜于礼 辞胜于礼 终必受驱 其邹眼过照 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 白马非马之说 邹子曰 不可 敷辩者 别书类使不相害 蓄意端使不相乱 书意通止 明其所谓 使人与之焉 不悟相迷也 故圣者不失其所守 不圣者的其所求 若是 故便可为也 即至凡文以相甲 誓此以相蹲 巧辟以相乙 以人使不得及其意 如此害大道 夫脚纷争言而静后悉 不能无害君子 眼不为也 作皆称善 公孙龙游氏碎处 上一章